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回到亞洲新聞 我終於回來拍攝了 我也是 你也是 我上星期告了一個星期 回了一天 回了一天,OK 我上星期有些事公說 跟內地人喝酒 哇,那些奴州老餃真的不太好 我喝到吐到,我一聞到一股味 我第一天喝完,第三天再喝 第三天,我在酒席上 我聞到一股味,我已經受不了 多少點開始? 你說酒席,第一次 通常你們幾點開始酒席? 我們都是晚上吃晚上 因為有些是下午才開始 沒有,過了六點之後 你是政治,經濟聯繫還是什麼? 算是經濟聯繫 他們本地人說 一定要開支1573 然後他拿了一箱來錄支 然後他們一邊喝 第一次喝就失敗了 因為他們的杯子很大 就不是那些貓台杯 開頭的時候沒有什麼 所以喝了幾杯 然後就想了 好不好喝? 不好喝 內地,我以為那些喝酒文化已經沒有了 原來還是有 那些官員跟你不熟 大家是給面子派對 大家就拿一杯茶 喝杯 或者是很少很少紅酒 因為你香港人他就會轉紅酒 但如果他私底下和你喝的話 什麼都可以喝 OK 好 我們回到今天的新聞 先說一下俄烏衝突 因為烏克蘭已經攻入了俄國領土超過10天 最新消息就是 另一方面就是俄羅斯 向幾乎發動第三次的導彈襲擊 大部分的導彈根據烏克蘭的表示是被擊落的 而另一方面 俄羅斯也指責烏克蘭用一些西方的火箭 就是美製的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 叫凱瑪斯 射在庫爾斯克州的一條大橋上面 這條大橋被俄羅斯的反對派媒體稱為 俄羅斯武裝部隊的關鍵後勤區域 大家的更新就是這樣 OK 已經是做了10天就掌握了幾十個 因為現在這裡大家都在各部軍情 所以就不知道情況是怎樣 但是赫爾斯克州呢 我說那個狀況 見事比較奇怪 因為赫爾斯克州本身就是一望無所平連 它就是適合用來做大規模部隊作戰 就是說當年是試過最高的時期的時候 是德國打蘇聯的時候 有290萬軍隊在那裡 是290萬 是400多萬 所以那是德國最後的一個反攻 烏克蘭也做出一個反攻 那究竟烏克蘭他究竟是想怎樣呢 那些人就說他想拿那個核電廠 嗯 那究竟是怎樣 是比較奇怪一些 因為如果你在一個這麼大的 你現在帶了 可能你現在說 有千多人 兩千人到萬多人 你拿到82個村落 你如果拿到這麼多村落的時候 你每個地方有幾百人 那你便會變得很嚴重 你戰線拉長了 你戰線拉長了 根本上你是完全不能進去 你怎樣進去莫斯科 你這樣打莫斯科 你需要10萬人 20萬人 30萬人 OK 那究竟他是想 最初的時候 他想去打那個叫做 電廠 但問題就是暫時來說 你打不到 嗯 如果這裡唯一在戰略上 是可以能夠打到的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我所知 但沒有人說過的 就是你其實 北約是準備直接下場 派10萬人去 噢 即是他打開 烏克蘭就爛頭 打開一條路 北約就長距直爛了 你要是北約進去才行 要不是你 你又說幾百里 其實那裡現在打作物很少 本身烏克蘭和莫斯科 都是很近的嘛 那你真的要去 就是要北約下場 跟他大規模 大師團作戰 要不是 你是一個這麼廣闊的平原 你這樣打法 你什麼都打不到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被人來 現在俄羅斯已經封了他 對啦 他這些人勇中之別 這樣之類 那當然啦 如果你說他是 你說他是那個叫做 只是想拿電腦 那已經失敗了 那所以 整件事究竟怎麼打呢 因為這個地方是 為什麼俄羅斯他一直都沒有 他就很生氣 他一直都覺得這件事 因為這個地方 也是一些輸油站 那如果輸油管的話 烏克蘭 大家都有錢收 大家有一個默契在那裡 那就是說他覺得你 逼了那個 承諾 那如果他 即是攻略 北約出手的話 就第四次攻這個莫斯科 即是勢勢 即是勢勢 但是北約有什麼決心呢 因為我看北約現在去做的事 就是對烏克蘭很不利的 就是說 德國他們現在就在說 是炸北溪是烏克蘭做的 那你炸北溪又是烏克蘭做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炸北溪有什麼可能 就是跟著美國才知道這件事 那有什麼可能 真的會不知道 或者烏克蘭憑什麼 何德何能力去炸北溪 不要說你想不想的能力問題 但是當你說你炸北溪的時候 其實理論上是跟德國宣戰的 就是OK對不對 德國就帶一條道理 你不支持他 對不對 所以整件事 我想樸索迷來 但是 當你 因為 炸彈斯基不是一個很 炸彈斯基是一個很勇敢的人 但是他不是很聰明的 嗯 大師你覺得 如果北約真的跟俄羅斯決一死戰 的話贏面有多大呢 他初期會有勝利的 OK 我會這樣說 如果北約跟俄羅斯決一死戰的話 中國會參戰 嗯 中國會畫一條紅線 就是好像三八線這樣 你畫過這個地方之後 我就會參戰 就有志願軍出手了 你沒有辦法 你走到這個地步 就是他會畫一條紅線 他不會被你打到莫斯科 就是說三八線 他會畫一條線 那條線 你越過了你就不行了 就是以中國一貫去做法 因為他不會用他們去打莫斯科 嗯 在他們來說就是北法 所以 如果北約打的話就是世界大戰 但是 我剛剛看到一篇文章 他就說是 嗯 第一次曬大戰的日子 第二次曬大戰的日子 嗯 那個總數字加起來都是68 嗯 就是可能一九什麼什麼年 什麼九還有一個字 什麼什麼幾兩 都是其次的 都是68 即是年月日那個單數加起來都是 嗯 我想是年應該是兩個字來的 年應該是兩個兩個字 這樣才加起來才是68 如果不然你加不到 我沒有看到詳細 而呢 是 我好像戰爭開始過一天 加起來都是68 嗯 所以 就是 如果是北約的話 唯一能夠打 但是北約有沒有決心呢 都有決心 就由美國決定 那北約有沒有決心去打呢 那就比較奇怪 因為這個就叫做是 大家去打的就是血肉長城 嗯 就是血肉長城 就是說 如果北約要跟俄羅斯去決心去戰的話 大家要死過百萬人計 嗯 或者幾百萬人 或者俄羅斯當年的時候 蘇聯死了兩千三百萬人 嗯 即是一場世界大戰 是的 那你會是一個死幾千萬人的 以千萬人計的一個死亡數字 那問題就是北約是不是有這樣的決心 就在美國是不是有他的決心 嗯 好 那我們就繼續關注事態的發展 那另一方面呢 都講一講 就 越南 越南的新任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蘇聯 他剛剛 即最近 就抵達了廣州 首先 就會見了這個廣東省委書記王坤明 他就說 越南 就 他高度 評價廣東省和越南地方合作的良好成果 就為越中關係整體發展作出貢獻 建議廣東和越南各地加強交流合作 那之後呢 他就抵達了北京 就跟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其他中方的領導人就見面 那相討進一步深化這個兩國的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那 還有呢 他都重新越南歷來高度重視 然後呢 並將這個對話關係 視為頭等優先的事項 這樣 但是呢 在這個時候呢 令人覺得呢 有些是 叫做 去叩頭 啊 不知今節何節 就是呢 在 現在 在柬埔寨方面 由於是在 那個叫做 沂南 德崇運河 那 德崇、沂南、運河 已經是 搞到整件事情是很僵的了 已經是有些軍事演習 那些 中國人都派一個驅助艦過去的 也但是同時間 那總書記 就是新的國家主席蘇林 就做了江州 其實中國、越南一直都是分了兩派 也是四頭馬車 兩派就是南和北兩派的 北越和南越派的 不是南越,不是美國的南越 而當初統一南越的時候 統一南越不是北越打低南越的 這個你知不知道 你之前有說過 是南越自己的南越 打低南越,然後再和北越統一 所以一向都不是很朋友 一向都是分開兩邊的勢力 現在這個 北邊勢力就漸漸是自由了 因為南邊勢力比較親美 北邊勢力比較沒有那麼親 就是親中 不是親中 但是就沒有那麼親美 所以他們會分開幾頭馬車 但是這個蘇林就已經 四個位四個人坐 經常都會四個人坐 但是現在這個人已經坐了兩個位 這個蘇林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其他的位置坐 所以他現在來到的時候 究竟 因為中國最生氣的是 他和美國簽立了那個南海 南海那個 總之南海分艙 我忘記了那個詳細的名字叫什麼 所以就馬上去 現在就搞動了整個德宋庫南 這件事已經是一個不可逆的事 究竟要怎樣去處理 怎樣去做粵共呢 因為越南一直都是 不敢和中共太朋友 因為如果和中共太朋友 他就會被中共吃醋 但是他如果和美國太朋友 他就會推翻他 因為美國一直 因為美國和中國 中國最友好的時候 他都想 他都會在中國搞一些顏色革命 美國的本質其實都是搞亂你 是的 所以他其實是兩邊都很惡搞的 但是問題就是 在中國來說 至少他首先有錢 那究竟越南應該是怎樣去做法呢 現在他柬埔寨 現在中國老窩和柬埔寨 已經吃定了老窩和柬埔寨 已經吃滑了 就是中老鐵路 在萬象通過去曼谷 接著柬埔寨 有一柬埔寨河 差條混河 在出海口 就近過在越南 曼谷就未 曼谷就一半一半 就是泰國來說 但是現在已經成立 那就是說 其實就圍堵了越南 我應該摸動這點 姑中國文化 那到底整個越南應該是怎樣做法 本來我都是只很霸王 那越南應該是怎樣做法呢 但是也就是越南對於自己的 Positioning 是不太清楚 尤其是我覺得越南 最不清楚的就是 它的軍事Positioning 第一就是當年的時候 這個叫陸軍世紀已經過去了 這是說越南最近就是陸軍 跟中國一樣,但是現在是一個海軍的問題,就是海軍有錢,南海你控制不了,第二就是越南的陸軍,曾經試過很大的打擊,全世界第三軍事強國,很大的中國,但是越南的陸軍我認為現在是不堪一擊的。 因為太久沒有打仗和腐化, 所以中國在中國做生意,中國在中國做了一點生意,當軍隊做生意之後就不能打仗,所以他其實只能夠向中國投降,有很多國家都能借人,但死亡不肯去中國投降,其中最應該向中國投降的就是蒙古, 那這個是第二個故事,因為蒙古是要死亡美國,他是一個內陸國來的,內陸國來的,只是中國跟俄羅斯而已,但問題是他竟然是完全一定要不同,不支持中國,又不支持俄羅斯,還要跟美國,那你空運進來,很恐懼,蒙古這些是自尋死亡。 好,那我們繼續看看其他國際新聞,話說在印度,因為這個實習女醫生被奸殺案,觸發的抗議活動是繼續發生,即是持續的, 當地最大的醫生組織印度醫學協會,發起了罷工24小時就完了,但有些初級醫生組織繼續發起全國罷工,要求當局72小時內撤查案件,並拘捕涉案人士, 現在這件事還在發生著,因為其實印度有六成的醫生都是女性來的,所以他們代表要求政府介入和確保醫護人員受到保護, 不是的話,他們就會繼續罷工,下一步更加可能會停止這個緊急服務的,這樣。 不是已經停止了緊急服務的,我已經停止了,就這樣, 即是印度被奸殺這件事,周時都發生的,但你要記住,全世界, 印度被奸殺,如果只講強姦案件,全世界最多,不是印度, 在哪裏? 瑞典,那些醫師人救入,也不是食債的, 但案件數量的意思是否因為,可能印度報出來的案件數量不是那麼多? 印度這位 Hits Well-kadit , 실 несколько發生的事, 反而肝的文化這件事也很特別 當然是穎培和強姦, 反而印度附近那個實習 Owain醫生 他說這件事是在香港上週20年那個的太高天 también 遷犯了10多年最後的十多年都被了殺了, 他條例全部拘捕, 他完全被判死, 相信他們這 기자的嘴巴人才是辣死, 那愛人受到的 üç婦, 狩女生, 但是他們那些這樣, 就是共犯, 這個叫做沈崇岸,你有聽過嗎? 沈崇岸其實就是中國在上層階級轉圍的一個當年的時候 在民國時代,二戰之後,跨戰爭之後 一個轉圍的整個民意轉圍的一個大事件 是不是那個美國大兵那個? 沒錯,沈崇是北大學生 雖然有些人有陰謀論說沈崇,因為沈崇到底後來去了哪裡? 是否可能有人說他有共產黨背景呢? 其實也是不奇怪的,因為當時大學生也有共產黨背景 究竟怎樣搞,不知道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第一個問題 這是一些政治學的基本原理 第一個問題,就是奸這件事 永遠在政治學來講,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些行為 在政治學,就是所謂的奸殺,是永遠 殺人和奸殺,是永遠都是令到整件事是火上加油的 男女關係永遠都是會引起憤怒是大於正是殺人的 沒錯,你看到現在的人都說以色列是奸的巴克斯坦 奸這件事是很重要的,那些人經常忍耐了這件事 南京大屠殺和南京大奸殺是兩回事 因為現在南京的人生氣的是,不但只是大屠殺還是大奸殺 如果不說奸,所以奸是很重要的 那些人寫了奸這件事,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第二個,奸是有級數之分 為什麼這個實習女醫生奸殺? 為什麼要奸就是奸? 因為他是實習女醫生,我猜他是荒羅門 是高總線來的,就是奸一個沈崇,和奸一個… 奸宋慶寧這樣吸收 奸不到,還有你奸一個沈崇,和奸一個是工廠女工 所以當初的時候,李天一就這樣說 我奸有什麼所謂?我是奸那個… 我是奸那個… 我奸那個公主,那些公主就是服侍你那些人 他會奸你奸一些低下階層,和奸一些貴族婦女 是完全兩回事的,出來的效果 他們當初的時候,印度那一次奸殺那個人 在巴士裡奸殺,那六個人抓了 到最後那一判,死人最重要的是奸殺了不應該奸的人 嗯… 即是說你奸… 即是你記住,男女關係是一個階級來的 所謂毛澤東才會說湖南那個什麼 才是一個千金小姐在床上滾滾滾那些… 有些這樣的事情,明白嗎? 然後強姦這件事是… 當你很憤怒的時候,你這個… 這條女兒… 嘩,是我的上司來的 老闆的女兒來的高高在上 那我就一定要去教她 嘩,那當你打入她家的時候 不是因為她漂亮和什麼 因為她高高在上,然後我將她… 騎在我的胯下 然後我呢,就讓我再去征服她 是一種… 所謂記住男女關係是一種階級 但是你是不是描述一些… 東洋國的劇情片的情節? 不是,我講的是一個人類心理的一個基本原理 是男女關係本身是一個階級觀念來的 所以才有王子公主這樣的東西 如果你撇離了八階級觀念的話 你解釋不了很多男女關係 那現在這個女醫生就是因為她是實習女醫生 我相信她是一個高種性的實習女醫生 所以出到來就這麼嚴重 就是說,你如果姦不同的人 你是有不同的效果的 嗯,也有不同的後果 我認識一個女孩子 其實我認識一個男孩子 不是認識一個女孩子 我認識一個男孩子 那個男孩子說那個女孩子就是… 那個男孩子後來就跟我拍拖的時候 兩個就是puppet love 就是可能20歲左右 那男的帥哥、女的帥哥就拍拖 後來那個女的就覺得… 那些模特兒很多都覺得很坎坷 那那個男的就成了名發一達 就是賺了錢 那那個女的後來過了10年就賺了她 他覺得很不順 他覺得那些honor 那些男孩子的女朋友的honor 應該是屬於她的 嗯 那些東西應該是屬於她的 為什麼現在她沒有了 嗯 嗯 那J後來搞了很糟 OK 好 那我們再說多一宗要問 就是這個法國影星阿倫的龍 中年88歲就離世了 他簡單回顧我身平 因為他都不是活躍於我成長的年代 那他就大1957年就開始有演藝身骸 那參演過的知名電影 那手足情深啦 氣概山河啦 毒癢殺手啦 那我都全部沒看過的 那而他呢都獲得了很多獎項 包括就是這個法國電影的海撒獎 最佳男演員啦 柏林電影節的終身成就獎啦 等等的 那而呢 他被很多報道都說過 是電影裏面最美的男人 他有獨特的風格和眼神 那演繹的角色都令觀眾難忘的 那而呢 他因為其實是19年中風之後 身體狀況就不好啦 那他呢 其實他過生的時候 都在家人的陪伴之下 在家人的陪伴之下 在家人安場地離世的情況 那就Alan DeLong 他都不是我那個年代的 OK 但是在我沒有見過他全盛時期 那但是呢 在他來講呢 因為他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在他來講呢 當年的時候 在我年紀的時候呢 他是被認為是等於現在的利安納道 就是總而言之 他是最英俊的那個人的代表 他就代表了英俊的了 即他是一個英俊的代名詞 是 Alan DeLong 第二就是羅伯列福 是 是 我都沒有看他們的戲 但是我看過《代行實手》 嗯 是我大過之後看的 即我都盡量 因為都叫做電影 即是 不想被人說起的時候 不懂 即是很 即是 大佬你講 你講你就看他 我講沒有看他 我沒有醜 很少做電影 有時候走出來的時候 都是什麼 那是三馬拉園 那雖然他們講的三馬拉園 他們很 他們對於是 鬼佬呢 對於 那些叫做 應該叫做 三馬拉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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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類似 類似 不太懂得懂法文 那就是 那些日本武士道 很尊崇 即是很 仰慕的 但是其實就沒有關係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叫做武士道 會叫做武士 因為 因為 他其實是講一個叫做 獨行殺手 就是講一個殺手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為錢來殺人的 但是武士是講 用心棒的 是不是講這件事 是他是真是為了合事 他是沒有合事的 所以到最後 那些人全部都是鬼佬翻拍的 那些武士戲 他們呢 譬如說是獨行俠那些 那些全部都是為錢 只不過為錢 為錢的合議而已 但是他們那些全部 沒有了那些日本為合議的合議 OK 那獨行殺手就是講他 就是殺了殺人 就是一個被固的殺手 那這套戲就是 他的美學是很好的 那吳宇森是抄他很多 就是我想說 吳宇森 吳宇森學學都很重要 那就是 我看一些評論 但是我不知道 就是什麼 鄧光榮那些演繹方法 都跟阿倫、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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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接起桑就抄他 嗯 他有一段 尤其是接線文 那段他那個彈琴的女生 那跟彈琴的女生發生一些感情 那些是有些抄他的 那就是類似是 或者不是叫抄 不是完全一樣 就是受到啟發 但是那個美學 當然你美學最重要的 在美學來說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 英俊 沒錯 哈哈 我在病的時候看了一部電影 叫做 看了一部電影叫做 《沈迷電子》 嗯 那就是 我覺得其實都是OK的 就是說 我相信都是 都是Woodie Allen 的字述 那Woodie Allen 的字述 他說 因為那個地方很喜歡 三四八成 他說三四八成電影節 那那個地方是最喜歡的地方 我去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人 香港沒有人去 但是現在全部有錢都去了 十幾年前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那他們都在住 我最喜歡的那間酒店 那整套戲 就是那個問題就是 他的主角是一個阿伯 一個阿伯不重要 其實是一個有些凝白 是一些醜樣的 很醜的 可能Woodie Allen 有些字述 就是一個很有才華的 但是過氣的才華的阿伯 那還有一些女的 就是那個女的 那條女的 就是他老婆 就勾了另一條女的 勾了另一個很有才華的人 另外是他那個 另外是一個醫生 但是醫生就跟他沒有發展 結果他很想發展 結果沒有發展 但是那個男的 其實就算是什麼 就算是什麼 英俊少少都可以 不要那麼臭 就是光頭 光頭阿肥 那我覺得 始終做電影都是 就是帥哥最重要的 而Alan Delon 是當時的時候 的另一種納豆 嗯 是 令人懷緬的年代 不過這個影聲 就與世長遲了 那好了 那我們就看看 香港的消息了 話說呢 昨天就 就在 因為 就來又有一份 新一份的施政報告 那阿超哥呢 就出席了第一場 在大埔舉辦的地區諮詢會 那跟市民 面對面交流 那聊了很多事情 那 而呢 他也有 就是和應 李澤鉅說 哪個都 香港長期輸 他先是 輸先的 那 那就是 就是這樣了 是 那李澤鉅這句話 都是很適合的 說得都拆得 是 但是 李家超就說 那句話 現在也經常被人說 就是 撿了10間 還要開16間 OK 是啦 那究竟是否撿了10間 開16間 我相信這些 不是一個打嘴炮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 是很現實 很客觀的 是 就是有數字的 是啦 至於香港長期輸 是他先輸 首先就是 首先就是 我不知道 我忘記了李澤鉅說 這個狀況是怎樣的 但是好像是 說香港經濟 是說香港地產的 嗯 我不敢百分百肯定 但是 現在究竟是香港長期輸 還是香港地產長期輸 嗯 就是地產還可不可以做香港的 經濟火車頭 OK 這是第一 如果香港地產還做香港經濟火車頭 我是說 樹冷梗 今次今天還說地產 還希望能夠地產發展 OK 可以嗎 但是地產無論在任何時間 就算在美國 在全世界 都是有一個範圍的 嗯 如果你不是發展地產市場的話 你都是有地產這個行業 大家都要住的 是嗎 嗯 所以地產究竟應該怎樣去做的話 如果再靠你們這幫人 是完全吃濕米的 完全吃濕米的人去說 因為地產是一個 我告訴你 是一個你輸極有的好東西 嗯 如果我給足夠錢的話 我買一座樓 建一座樓 我最多是 因為我借錢所以輸錢 嗯 我10元起回來 我最少都買了7元 嗯 不行 5元都可以吧 嗯 不會輸的 是給那些蠢人 傻傻的人 蠢的人去做 然後拿著人收租而已 嗯 那些聰明的人做生意 開餐廳 做IT 那些人聰明的人 聰明的人就沒有錢 然後窮的人 整班人就拿著十班錢 這個社會就一定是混蛋 嗯 OK 所以李澤巨他說 這個是又對又不對 但是問題是 地產是一定有基本需要的 尤其是現在的地產是什麼呢 你就是建房子 做發展商 收租不用錢 整班蠢人 整班二世組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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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在那裡 許晉鏗那些 對嗎 整班人沒有工作 然後就在那裡收租 然後你現在 那這些人 難道對這個世界有貢獻嗎 難道這樣是公道嗎 對嗎 難道Elon Musk 和許晉鏗 對嗎 嗯 所以就這個 地產界的 井噴式的發展的模式 應該在內地和香港 都不會再有效的 你如果工作的話 是死狠狗 OK 行不行 但問題是 這件事不會沒有 你炒地產 你地產有波幅 所以說 那本書就是 開車HYT 那個人 講芝加哥100年的地產市 就當地產大概是 可能是14年至34年 大概平均是20年左右 是一個循環 地產實際上 都會是有循環 OK 所以 如果你說地產 永遠不會升 那也是錯誤 尤其是 在 在Fiat Money的時候 已經不是和黃金鬧定的時候 你一定是 你一定是 沒有金本位之後 你一定是 到最後都會升的 所以說誰會長期輸 這個當然是李澤鉅的問題 因為李澤鉅的 他有很多錢 他可以等的 這個長期而言 你都將死亡 是等得 不過問題 你仆街了 你是 明年復甦 還是十年之後復甦 那十年之後 李澤鉅的 20年之後復甦 他都贏了 不復甦 他都贏了 他投胎贏了 OK 但是李澤鉅的問題 就是 我不知為什麼 而是所有的有錢人 所有的有錢人 來講 他生了一篇老 那個樣子是偏老 還是 那個樣子是偏老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以他這麼有錢來講 他應該 他是60歲左右 大概60歲左右 他應該是 好像梁朝偉這麼帥 才可以 好 另一方面 這個 上市公司 優品360 披露 就說 他的集團 在披露而發公 是的 他出了消息 就說 集團的行政總裁 許智群 就在上星期四 因為涉嫌觸犯 防止賄賂條例 就被廉署拘捕 但是目前 還未落案起訴 公告提到 董事會認為 事件是 跟集團無關 也都對集團 沒有產生重大的不利影響 業務和運作 仍然是正常的 這個優品360 控股 在星期五 即是上星期五 下午開始 就在港交所暫停股份買賣 並申請 就在今日 9點 恢復買賣 好 那你等一等 我以後再看看 你不用停 我現在拿手機來看看股價 好 大師看股價的時候 不如我念著第二宗新聞 先回到 優品360 今天就是中國醫師節 這個節日是內地制定的 在2017年的時候 國務院制定 希望激勵廣大的衛生與健康工作者 敬有生命救死扶傷 金於奉獻大愛無疆 昨天 醫務衛生局局局長 聯同中大、港大醫學院、香港醫學團體 18個機構舉行中國醫師節慶祝大會 他們 局長在會上說 香港醫生佔人口的比例不太理想 比發達的國家或地區都不足夠 因為歐美每千人有三至四個醫生 香港就只有兩個 所以接下來都會支持兩間醫學院提升教學能力 亦都考慮成立第三所醫學院的建議 是 前修就是一個無六 現在是一個半 所以都是很少試 其實拉到很少影響 至於是說醫學院 醫學的人口 當然這個是一個數學 因為香港的醫生是少 因為香港所有的東西都是不足性有餘 樓也不夠,醫生也不夠 所以香港的繁榮 在壓縮所有人民生活的空間 生存的空間去獲得 所以當你什麼都不做的時候 你就當然有錢 是 好,講文看完了 看回國際消息 首先 泰國的國會下議院 在昨天宣布國王的預令 他已經批准了這個配通坦 之前也有譯了貝東丹 出向新聞人民總理 佩通坦是86年出生的 我們一直都叫做配通坦 你找到哪一家新聞 我升到 不知道是否國家 亦跟了他 我不知道 他80年出生 37歲 其實是前泰國總理 他信的女兒 他也是成為了英六之後 英六也是他信家族 第二位女總理 也是最年輕的總理 因為37歲 而他是他信的幼女 本身他信應該是31日放牢 在他女兒被批准了他出任 生任總理之前不久 泰國亦都特赦了他信 放了他出牢 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而他本身 之前我跟大家講過 剛剛那個總理 因為違反了被憲法法院裁定違憲 解除職務 泰國黨的黨夫獲得近三分二 為泰國黨 為泰國黨的黨夫獲得三分二的議員支持 就向泰國申請 就委任他做總理 最後也批准了 是 因為塞塔想廢除王室 所以就沒辦法 那麽他就拉龍宮 當他們選的時候 然後他信回來泰國 應該已經講好了 如果不是他就放給了天拳 他膽都不敢回來 所以這個只有一種手續問題 他信回來 所以就到了最後 那麽就是他信家族 其實是代表泰國的第二個皇室 因為他們都不停去做 代表皇室 但是我相信跟泰國已經談妥了 所以現在他們是權談 因為他們選來選去選到 等於第二個皇室 你廢了他們都選到 廢了他們都選到 廢了他們都選到 那麽就 而泰國是 因為他們整班人 他們著草的時候 都是在香港和大陸住的 所以他們是在這裏親中 而泰國 我想泰國現在是一個 非常納納亂的情況 幾度勢力都在這裏 而是 也都是現在 整個東南亞大變局 整個東南亞大變局的磨心 尤其是克拉運河還不做 這個已經是上了台面的 當你是德崇富南運河做了之後 克拉運河已經立即上了台面 那克拉運河做不做 他不是那麽有經濟價值 又不是沒有 就是很border line 但是有一個政治價值 那究竟要怎麽做法的話 所以整個泰國究竟要怎麽做法 大家是中國 印度 美國 大家全部人的爭脫中心 就是會變成一個風高浪級的 就是政治中心 因為中國其實 魯窩運河 簡報宅運河 那個叫做緬東運河 緬東 即是亞邦那些 那個叫做是果金 果金再加上納稅都運河 那些已經全部都運河了 所以現在正在面對著 就是經歷著越南 泰國和緬西 你要去交渠港 你要去交渠港 你就不可以了 緬西、孟加拉 和巴基斯坦 即是現在已經去到那些地方 所以現在這些是一個 相对来说,当经历这么多的时候,中国人民就要捱苦了 捱苦了,因为你这么多钱扔掉 另一方面,OpenAI公司发表了一个消息 有一个伊朗的网络利用CheckGBT 在生成社交媒体的贴文和留言 指助影响美国总统大选 该公司已经禁止账号的使用 这个行动称为Storm2035 最早微软在8月初出了一份威胁情报报告 指他们有4个魏装城新闻媒体的网站 积极接触政治光谱对立的美国选民 就着美国总统候选人LGBTQ权利和巴尔冲突的议题 传递两极化的讯息 虽然他们还出了LGBT 申请了很多长文短短的评论 但大部分以识别的这些产出物 其实都没有收到很少的按赞 或者分享或者评论 大哥,你只是伊朗而已 不太熟悉国文化 你这些东西这么弱 你怎么办 他不是这些很强的国家 只不过不断做事 都要收钱 我想这些是很低层次 很少人工的 比如一个月都要做一下 你不能够一点都不做 好,最后看一单 就是这个委内瑞拉全国各地 就有些反对派的支持者上街 抗议总统马杜罗在上月的选举中连任 在首都加拉加斯 就反对派的领袖马查多 就联同千多人出席了一个集会 就说人民已经出了声 没有什么给他们的声音假中 要呼吁民众继续上街抗议 因为这个选举结果 就被反对派指控是造假 还有他就说反对派的候选人 才是总统大选的承出者 而欧盟、美国和部分拉丁美洲国家 都拒绝承认大选结果 很简单 就是马杜罗反美声称中 至于这个就是美国支持 但问题就是 在整个美洲来说 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选举舞弊的 包括美国在内 加拿大可能没有 加拿大应该没有 加拿大应该没有 所以美国的选举舞弊很厉害 所以大家听说黑社会 经常都走出来 所以应该很正常的 你要去说我一定有的 难道输那些没有选举舞弊吗 只是没有选举舞弊 这么厉害 好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 祝愿大师就发祷一康福 那就可以健健康康地为我们的观众服务 你今晚好像英俊了 多谢你 好 拜拜各位 拜拜